我想在雲端上面我剛剛有把它再把完成的畫面檔傳上去 基本上我們設計的那個介面大概長這樣子 就是說其實大概會有不一樣的部分應該只有在中間的這一塊 這一塊的話基本上也是三個籃球、足球、棒球 裡面放的話就是有放這個 名稱的話我取CB123 那中間這個地方我加一個Linear layout 橫向的讓它可以放水平的 那最後的結果就是也是顯示訊息 那不過我假設這個布局完之後 我要來撰寫當然多個語氣部分各位可以試試看 這個部分也可以 那我需要的結果是類似這樣 就是當我打勾的話 它不是那麼簡單的 不是說我喜歡的球流運動 打勾一個的話你還要記下來 它是幾個項目 打勾一個就籃球 共一項 那打勾足球 要籃球、足球共兩項 最好這個中間還要加個鈍號之類的 然後再打勾一項就是籃球、足球、棒球共三項 那用什麼方式 可以讓它打勾的時候 順便幫我計算總共有幾個打勾 所以當它有確定的動作的時候 變成你可能需要加一個計數的 Count的一個變數 那Count就是加一 加加就對了 Count加加 然後再來打勾就要再加加 OK 然後再來就是說呢 把它有打勾的自竄可以輸出 那輸出的方式的話呢 我程式碼裡面有寫兩種 一種是用那種就是自竄的方法 就打自竄籃球、足球、棒球 但是我們前面有講過嘛 因為最後當然如果你有牽涉到多國語系的話 你必須要把這些自竄寫入到哪裡呢 寫入到你的自竄支援檔裡面 所以見面做完之後的話 你要在這邊有沒有 見你的那個自竄支援檔 那支援支援檔裡面的話就是 大概這幾個啦 就是我把它改 我這邊大概就是用 因為我懶得在想它的名稱 所以我就用String1 有沒有 String1的話就是最喜歡的球隊運動 String2的話就是籃球 3、足球、Eats類推 有這些項目 那還有就是說呢 訊息的部分 你也不能說只有做一半 你程式碼裡面假如說 會有自竄的話 你還是要怎麼樣 要把它寫到 就是要寫到這個自竄支援檔 將來用什麼 用GET 還記得吧 GET String GET String 把它讀到我們的 這個程式碼裡面 所以最後的版本大概是這樣的 那請各位思考一下 先把介面的部分先做出來 那我要的結果大概類似這樣 就是當我打勾 只要打勾幾個項目 你要能夠怎麼樣 去計算 如果完全沒打勾的話 就零個項目 打勾一個 打勾 那它會自動把它寫 把這個自竄放上去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思考一下 並且 建立一個專案 那建立專案跟前面一樣 所以我們就跳過 請各位自行建立一個專案 那專案名稱的話呢 就是 CH05 的底線 然後checkbox 然後介面設計的話 就是中間用那個 用那個checkbox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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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